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自然语言里面对应起来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并且 就是我们刚才说过 我们前面说过 今天下大雨并且今天刮大风 这个并且在逻辑里面就是核取 那么核取它的真值表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真值表我们看 因为核取它是P核取Q 它两个东西的核取 这个P它有真假两种情况 这个Q也有真假两种情况 那么这个组合起来 它就有四种组合 两个都真 两个都假 一真一假 一假一真 所以它的真值表就要用四行 因为刚才为什么只有两行 因为刚才非P就是一个基本命题 一个基本命题 那么它的真假就两个 这里有两个基本命题 那么它的真值所有的可能的真值组合就有四个 所以我们要写四行 那么核取什么时候真什么时候假 很简单 当两部分都真的时候 这是真的 P核取两部分都真的时候 它是真的 其他一切情况 就只要有一个假的 或者两个都是假的 其他就都是假的了 也就是我们说 今天下雨 并且今天刮大风 这个天气宇宝什么时候对 必须是下雨也对 刮大风也对 必须这两个同时真 这个核取命题才是真的 那么所以这个核取 它的真值表是这样 那么我们说除了核取 这个核取除了并且以外 自然语言里面还有一些东西 在我们这里也处理为核取 比方说 而且 我们知道这个并且跟而且不一样 这个而且叫做递进 后面这件事情 比前面这件事情 又更近了一步 在某种意义上 所以核取 只是说这两个东西的真假 它不考虑这两个东西的顺序 而自然语言里边你说 而且的时候 它是有顺序的 而程度浅的 或者发生在先的 你要先说 程度深的 发生在后的 你要后说 它还有一个 这两个东西有一个时间的顺序 这个轻重的关系 但是在逻辑里边 逻辑里边核取的两部分 没有这种色彩 我们只有一个色彩 就是真值 这两个都真 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核取 就这一个意思 那么跟它有关系的基本推理形式 第一个叫构成式 这构成式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P是成立的 Q也是成立的 你就可以说P并且Q 比如说 我了解到 它的英语很好 我又了解到 它的数学很好 我就可以说 它的英语很好 并且它的数学很好 这个是当然的 我们说这个 你逻辑课不说也知道 是这样的 这个是最最基本的 有正确思维的人都知道 不过逻辑呢 把它整理出来 用一种符号来表示罢了 那么还有呢 分解释 就是说 我已经有了这个核取命题 如果这个核取命题是真的 我把其中的一部分抽出来 也是真的 那么我把另外一部分抽出来 也是真的 比如说 我已经知道的 我已经知道今天的天气是下雨 并且刮大风 下雨并且刮大风是真的 我现在只考虑要不要带伞 我就告诉你 今天下雨啊 好 你带着伞就行了 我这句话就不说了 那么只要这句话是对的 这句话一定对 这句话是不可能错的 只要这句话对 这句话一定 因为这句话怎么对啊 它两个都真才是真的 它两个都真才是真的 我说一个当然是真的 那么我说另外一个也是真的 那这个叫做核取的分解释 核取还有一个意味式 就是说这两个顺序可以倒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 因为我们说过 作为逻辑上的核取 他只考虑什么 他只考虑这两个东西的真值 不考虑其他的 比如我们说 今天下雨并且刮大风 你倒过来说 今天刮大风并且今天下雨 这个一般来说问题不大 但而且就不一样了 他大学毕了业 并且考上了研究生 你就不能倒过来说 他考上了研究生并且大学毕了业 你要这么说就很奇怪 当然也不说一定不能说 这又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那是一个递进 但是在我们这里呢 我们不管 我们只问 你大学毕业了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你考上研究生是真的吗 是真的 只要你这两个真 那我就可以倒过来说 因为我现在不是而且 我现在是何取 就是如果大学毕了业 何取或者说并且考上研究生是真的 那么我说考上了研究生并且或者说何取 大学毕了业也是真的 所以我们这里只考虑真值 那么再比如说我们自然语言里边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副句啊 转折副句 虽然但是 我们知道这个虽然但是 不是不是随便拿两句话来就能说虽然但是的 首先这两个句子 他得怎么样呢 这两个句子 他得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反的 相背离的 才能说虽然但是 另外呢 虽然但是你说这两个这个短句的时候 你说这两个分句的时候 你的重点在哪 你的重点在后头 是不能随便倒过来的 我们要凭奖学金 某某人他的外语很好 但是他的数学不好 我发表意见 他虽然数学 他虽然外语很好 但是数学不好 言下之意 我不赞成他得这个奖学金 另外有个人同样是一句话 他说他虽然数学不好 但是外语很好 这个言下之意就是 我还是赞成他得这个奖学金的 所以你看 这个但前后 这个顺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不是但是 我们这里不是递进 我们这里也不是转折 我们这里什么 我们这里是核曲 作为核曲来说 我们只要问 它外语好是真的吗 是真的 它的数学差是真的吗 是真的 好了 只要这两个东西同时成立 那么我这么说也行 那么说也行 因为我这里只有一个色彩 就是真值 而不管其他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逻辑里边的核曲 虽然我们说就是并且 像刚才我们说 这个逻辑里边的否定 就是不 就是没有 但是这只是原则上是这样 而不是精确的是这样 精确的来说不是这样的 精确的我们自然语言非常丰富 它除了真值以外 它还会带上其他的这样那样的色彩 而作为逻辑抽象出来以后 我们抽象到否定这个符号 抽象到核曲这个符号 就只剩了一个意思了 就是真值 那么这个核曲呢 除了作为两个东西的核曲以外 它还可以推广到三个 可以是三个东西的核曲 我们看 如果是三个东西 今天下雨 并且今天刮大风 这个并且今天比如说要降温 三个东西 那么这三个东西合在一起 真的还是假的呢 必须这三个都真 它才是真的 只要有一个假 或者两个假 或者三个假 都是假的 我们看这个真值表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 因为这个三个东西的核曲 它牵涉三个基本命题 P有真假两种情况 Q有真假两种情况 R也有真假两种情况 那么组合起来就有八种组合 我们就要把这个八种真值的组合都写出来 在每一种真值组合下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说也很容易 只要所有的是真的 那么它就是真的 只要有一个假 至少有一个假 它就不是真的 那么当然你还可以推广到四个 推广到五个 道理是一样的 都是说这个作为它组成部分的基本命题 必须都是真的 那么这个核曲才是真的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核曲 这样宣传的组合 我会认识 还 mainly有什么 那么一定 那么谢谢 称联子 是真的 就像这个 都没有 这一样的 是真的